11点24分 欢迎回到新闻的现场 真的是太恶劣了 基隆市游民马姓女子 在上个月30号大白天的 进南清门踏户直接的闯入民宅 欺骗当时候一个人在家的老阿嬷说 被她的儿媳妇打伤 强行搬走87岁养老阿嬷家中的电视 打算要变卖换钱 老阿嬷因为行动不方便 根本无法阻止她的恶行 画面当中可以清楚看见 一名头戴安全帽 留着长发的女子 大白天的竟然直接闯进民宅 搬着一台电视 大骂骂的放在机车脚踏板上 扬长离去 回到事发现场 可以看到电视柜上空荡荡 上个月30号 恶劣的马姓女子 就是到基隆这栋民宅内 抢电视 看见高龄80岁的老阿嬷 一个人在家 行动又不方便 她骗阿嬷说 她是被儿媳妇打伤 要把电视搬去法院 来抵医药费 老阿嬷根本没有能力阻止 恶劣的马姓女子 做完笔录后 还出来一直变称自己才是受害人 我觉得我很 就是 很被烟枉就对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反正我就是她的朋友就对了 她儿子反家发现了 她家电视机不见了 她老太太才知道被骗 老阿嬷说根本不认识马姓女子 警方调查发现 老阿嬷的老人年轻 都是这位马姓女子带领 怀疑阿嬷可能雨带保留 除了将恶劣的马姓女子移送 也将进一步厘清两人关系 中天新闻基隆综合报道